好了,來到最後一段影片,講完最後一個Session 我們說Expect the Value,其實中文叫期望值 其實這個期望值有點像什麼呢? 期望值我會說它有點像我們所謂的平均數,Average 什麼意思呢?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Expect Number of Occurrence 就是一件事發生的次數是多少 我們說如果有Property,發生一件事的機會率是P的話 我們在N次裡面,我們期望它會發生的機會是N乘P 這樣說是很複雜的,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我摘這個色仔 我摘可能60次色仔 我期望會有多少個1呢? 因為我們摘到1的機會是6分之1 所以我們期望在60次裡面 60乘以6分之1,即是10次摘到1 這就是所謂期望值的簡單概念 所以我說期望值其實和平均值都很像 這就是第一個形容的方法 例如看24條例子 例如有兩個銀子,摘到100次 那我問你兩個Hack的可能性是多少 首先你想回我們摘兩個銀子 那你的機會率分別是H,HT,TH,TT 那機會率全部都是四分之一的 而當中兩個Hack就是第一個情況 那Property應該是等於四分之一的 那即是言下之意呢,我們的Experate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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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100去乘以四分之一 那應該是25次 我們就期望大約100次裡面 要25次摘到兩個銀子 那當然事實上可能事實上的數字 和這個偏差 但不要緊 那這個只是一個平均值 只是期望值而已 好了,那現在就說Experated Value 的Variable 那我們說 剛剛這個就把一個Variable 成為它發生的Property 再加上它 那這樣說是很難明白的 那看25條例子 例如你 Winley 他的袋裡面有一個十元銀 三個五元銀 和四個一元銀 那如果他就出一個小銀子 那問你的Experated Value 其實Experated Value就好像平均值一樣 就是說你出一次銀子的時候 它平均可以大概拿多少錢呢 那我們說 那個做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每一個Variable 每一個可能性 再乘回那個可能性發生的機會 你有什麼可能性呢 就是有10元 5元 和1元 它們發生的機會率呢 分別就是 因為你現在加上有8個銀子 所以你抽到10元銀的機會 1% 5元銀的機會 3% 1元銀的機會 是4% 也就是1% 那我們就把這三個 結果的效果 去乘回那些 加上了 就是所謂的Experated Value 所以就是10乘百分之1 再加5乘3 3 over 8 再加1乘4 over 8 那你計算是29 over 8 即是3.625 那有些人會問 那是不是我真的會抽到3.625元呢 你抽的時候呢 都只能夠抽到 一是10元 一是5元 一是1元 但我們說平均地抽到3.625 例如你把Winning抽到1千次 在這個袋裡抽到1千次 那他平均地就會拿3.625元 那就是這個意思 平均地有平均費 可能每一次就拿3.625元 就是這個意思 就不是說你一次可以拿3.625元 那這是一個概念 那26條呢 就反過來 給Experated Value 叫你計算一些Unknown's 那其實都是Z equation做 簡單一點就是把這些數字 整個Properity 再加上它 就是Experated Value 所以就是10乘0.15 再加這個50乘0.35 再加這個100乘0.23 再加X乘0.27 那等於123 那自己解決吧 那你記得X呢 最後是300 那沒什麼特別 好了 講一下應用 那講Experated Value應用呢 其實其中一個情況 就是在賭錢的時候 我們去決定一個玩遊戲的時候 那個遊戲非不合適 就是可以用Experated 去考慮 因為Experated就是講 你平均玩一局 可以拿到多少錢 例如現在玩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那 例如我叫你抽銀仔 抽紙幣 那你抽到10元的機會是5分之3 抽20元的機會是10分之3 抽50元的機會是10分之1 就是我抽一張紙幣 在這個袋裡抽 那我計算 這個活動呢 這個活動裡面 Experated Value是什麼呢 就是我把10分之3分之5 再加20分之3分之10 再加50分之1分之10 那你計算是17元的 就是我平均抽一次 我得到的錢是17元 那你假設這是一個遊戲 遊戲就是給你一個袋 抽一張紙幣 抽完之後就歸你所有 那你剛才就說過 你玩一局 平均是會抽到17元 平均是會抽到17元 那就要想 那這個遊戲是什麼公平呢 就視乎你的入場費是多少 如果我給15元 我給15元去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那這個遊戲其實是好處 因為我平均每一局 應該抽到17元 應該是會抽到17元的 但我只是入場費給15元 所以如果你是 入場費是低於Experated Value的話 這個遊戲我們說 是一個Favorable to Pay Us 我們是對一個玩家是有利的 那相反如果我是給20元去玩這個遊戲的話 其實我平均地是會虧錢的 因為我應該 照到你平均一場 只能拿到17元而已 所以感覺上 就像平均一局是3元 就是一個概念 如果我不停地玩這個遊戲 我除了下去應該是會輸錢 所以這個情況 我認為是一個 not favourable to Pay Us 好 而我給的價錢 什麼是Fair Game Fair Game是公平遊戲 純粹是運氣 不會說一開始玩遊戲的時候 已經注定是賺或者是虧的 Fair Game的話 即是說我入場費 應該要等同於我Experated Value Experated Gain 所以只會給17元 Experated Value 或者可以叫Experated Gain 也可以的 Experated Gain 即是平均一局賺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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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第28條 有人就給3元 就賺兩顆色仔 如果兩顆色仔 是一樣的話 就賺10元 另外就只賺1元 那你的遊戲是Fair Fair不Fair 就視乎你的Experated Value 你要想 就是 如果你紮到Same Numbers 有多少可能性 你回憶回之前做過 這是一個表 一個6乘6的表 其實只 저 2 1 2 3 2 4 5 6 6項目 都會是兩個論數 那之後 就只有36 batter 所以就6分之一機會 那相反 那 那 Not the same number 既然你相同納首功能是6分之1的話 那 不要同一記者的TC 好 那我就 Ready Experated Gain 這個遊戲應該是10元乘6分之1 再加1元乘6分之5 我計算是2.5 我們說平均值每季就賺2.5 而入場費是3元 重點就是你寫明看 我是小過我們入場費是3元 所以你說這個遊戲是一個不 fair to 這個遊戲長遠來說應該是要虧錢的 這個遊戲是不應該玩下去的 坦白說,現實生活裡面賭場賭錢 如果你真的用數字去計算 所有的可能性,你計算的產品 你計算的企業,應該全部都是負數 所以其實你去賭場賺錢 我們說長遠來說是會虧的 因為你每一個遊戲的experse value 你都是負數 即是同一個入場費比都是負數 不過這個就不詳細說了 再看一個例子,就完了這一課書 現在就有一個sword game Balls are dropped one by one into device 有兩隻tube,例如我給我一個名字 叫做A-tube和B-tube 方便一些討論 然後就摘一些球 有兩種玩法 第一種玩法就是丟兩個球 如果兩個球是同一個tube 就有10個代幣,如果不是就是5個代幣 第二個玩法就是三個球 如果三個球是同一個tube 就有13個代幣,如果不是就只有5個代幣 就叫你找experse value去決定哪個遊戲是比較划算 那我一次過去討論 如果你去玩option one 即是兩個球的玩法 那你其實只有四個可能性 那就應該是 那兩顆球 分別是會落去A-tube和B-tube 有這兩個可能性 那如果你是option two的話 你的機會就會比較多的 那你有機會有三顆球都是A 可能A-A-B 可能A-B-A A-B-B B-A-A B-A-B B-B-A B-B-B 那這就是兩個option裡面 分別有什麼可能性 那所以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計算experse value 那如果我去計算option one的experse value 或者experse gain 就應該是 十 再去乘回這個二分之一 那因為你 兩個球一樣是有兩個可能性 那麼 這個 二分之一 然後再加這個 五 又是乘回這個二分之一 因為剩下兩個球的不同 就是這個case 那麼 計算是7.5 好 然後計算這個option two的experse gain 那我看看 首先你有三個球一樣就是三個Token 那麼 有幾個可能性三個球一樣呢 應該只有兩個可能性而已 那就是二分之一 那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成為一分之四 那再加呢 就 五分之三分之四 就是 有些不同了 那麼我計算是7 很明顯地 你看到experse gain 你就知道 其實玩的話 就應該option one 是一個好一點的遊戲 對玩家來說 那麼 B就很明顯得 option one 由option one 那麼 因為我們知道 那個experse gain of each game is higher 對了 那麼這裏就簡單介紹了這個破比特的概念 那麼其實破比特的貨呢 就去到中五 到中六了 其實都會再學的 其實都是高中裏面有幾重的topic 那麼也是我們N1裏面 都會花頗長的時間 所以 聽完這段影片 希望你對這一課有基本的概念 那麼 再想做熟一點 做多一點書的練習 或者之後會再做一些subvention exercise 那麼希望這段影片幫到大家 那麼